各位朋友,大家午安! 大家好! 刚吃晚饭,所以大家可能开始阴神有点一阵 其实我一开始的阅诚应该是最轻松的阅诚 我一开始先做一个调查 大家看到今天的课题是什么? 好的事情是什么? 大家看到两个最主要的产品 第一个是Windows 7 SP1 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 其实像我们已经开始 可以开放下载Windows 7 SP1 大家是因为SP1而来的 还是因为IE9而来的 还是因为大家看到两个平板电脑而来的 各位可以给大家 SP1来的请举手 为了SP1来的请举下手 为了IE9而来的请举下手 为了平板电脑而来的 话也蛮多的 其实还蛮势均立敌的 三分之一这样子 所以大家可以想见 我们今天的演讲的内容 或者是大家分享的内容 应该会非常的精彩 那我一开始先跟大家开个场 分享一些 我们在过去上市了Windows 7 然后一些IE 过去是IE8 那现在是IE 改了一些新路历程 我还记得在去年 大概差不多这个时候 我们也是有机会 然后来做这个全胜的road show 那我还记得去年这个时候 事实上是Windows 7刚上市 大概满半年度的时候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是跟整个团队 来跟大家谈一下 Windows 7 在企业端这边的一些使用的状况 还有一些它的好处这样子 那我记得那天讲完以后 事实上我留在现场了 然后我们就有这个客户 就有一些朋友过来 那在闲聊这样子 那他们就谈到是说 他觉得喔 User跟他讨论 他说User跟他讨论 他说User跟他讨论 他说开始适用 就是他们公司开始表现Windows 7 User跟他讨论说 欸这个XP喔 大家都说XP嘛 我们内部都一定严格限制我们来讲XP 可是讲到后来 我们自己都自己习惯叫XP 他说XP呢 User说 XP大概用得好好的好习惯这样子 蓝天白云啊什么的 然后整个的界面 其实也都很熟悉 那User跟他讨论说 喂 微软 其实就乖乖的收 乖乖的 大家都觉得我们是 是堂哥就可以做生意了 事实上我们很辛苦 就微软呢 其实就乖乖的就是 诶 堂哥做license就好了 收license就好了 为什么要那么麻烦 一天到晚要再升级啊 然后除了 过去是XP嘛 十明天是XP 后来Vistar 后来Vistar 为什么一定要 一直隔代一直隔代 再升级这样子 那当然我想来跟我们聊的是 这个 像各位一样都是IT的主管这样子 那我想身为IT主管 大家都知道说 其实在新的作业系统上 它一定有它的好处 它的好管理的地方 更安全的地方 所以才需要做这个转换 但是对于使用者来讲的话 他们可能比较在意的是 他使用起来是不是熟悉 是不是方便 是不是顺畅 所以我们其实就这个话题就是说 怎么样去让使用者可以接受这个新科技 我们做了非常多的意见的讨论和交换 那过了大概大概几个月前呢 我们也同样又有一个这样的场合 然后也是在谈说 都是在那个导物这些东西 然后呢 大家猜一下 其实呢 又有一些这个IT的主管又过来 我又开始在交换意见了 其实这一次呢 这几个月前呢 大家就已经不再抱怨说 使用者说 他不习惯 Windows 7 的页面 他很怀念 XP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的话题 user来跟他说 我想用主板页 我想用iPad 我想用iPhone 我想用这些新的各式各样的 这个行动装处 在企业里面 那企业的环境 所以大家可能 你可以在这一年的那种很快速的 科技的快速的变动中 体会到说 做一个IT人员 真的很不简单 你在一年多以前呢 是不是像你还在 处理 user 说 我的使用者的页面 我不习惯 然后从旧的品牌 转移到新的品牌 这样子一个过渡期 可是过了一年 或者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大家可能这样面对的是说 使用者他永远都是求新成变的 然后他看到外面 其实好像有非常有趣的技术 或者是很炫的 这样新的器材的时候 他就会要求说 我可不可以把这样的一个 新的技术 或者是新的这样子的 一个3C的产品 带到企业里面来 那就各位来讲的话 事实上大家面临到很多的挑战 就是怎么样去符合 这个你的user的要求 但因为大家都知道 user最大嘛 user的使用者需求 是最重要的 特别是呢 有很多高阶长官 他们自己本身也是user 所以当他这些需求 它上下来的时候呢 事实上我想呢 其实那个压力会更大 那对维尔来讲的话 我们相对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在平台这边 已经耕耘了大概二三十年了 大家从过去的DOS 期待9598 所以几乎大部分的企业的 这个资讯的系统 都是建构在Windows这个平台上 所以对于我们这样子 的历史悠久的这样一个平台来讲的话 当然有非常多的过去的 我们希望可以做到 跟新的系统的一个 跟Word的相有 但是从同一时间来讲的话 我们也必须要去看到说 现在新的科技 跟新的量力使用方式呢 对企业IT所带来的冲击 所以呢今天呢 其实我们会谈到三个 大家都很关切的一个技术 那事实上从Windows7和SP1呢 我们要跟大家强调的是说 Windows7的顺略上 已经上市了一年半喔 所以呢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哇 SP1到底有什么样的 一些新的功能 或者是非常突破性的 一些新功能喔 那我这也可能 就卖个关子喔 人下会让那个这个 这个Jeff 对那个Pana 也会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可是呢 除了是说 跟大家报告一些 新的功能以外呢 事实上 我想这边更值得分享的是 在过去的 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面 我们可以接了非常多 跟国内的企业的客户 跟国内的这个IT的主管 我们合作的非常多的案例喔 那我想呢 这些 针对Windows7部署到企业 做一个大量采用的这些案例 或者是这些经验呢 我们觉得都 非常值得来跟各位分享喔 所以 除了Windows7 SP1以外呢 事实上 这边 大家也会 今天下午也会听到 比较多 有关于IENI的这样的 新的消息喔 那IENI不名思义 哇 已经是第九代的browser了嘛 第九代 我记得 我记得第一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好像 我也还在跟Nescap 在躺下 在躺下 大概是1995年的时候喔 那其实也是从browser开启了 Internet的一个新的时代喔 那从95到现在 今年是2011年喔 已经过了16年喔 事实上 Internet的世界已经 变化多分 变化非常多了喔 所以呢 各位如果说 站在企业的观点 想要了解说 到底IENI的这个版本 带来什么样的充提的话 我想呢 其实大概就是 你还是得反准客户的要求 所以速度一定要坏 那我想呢 其实IENI的速度 一定会让大家大为吃惊喔 那第二部分 大家其实最关切的喔 还是安全性的部分喔 企业最在乎 又是安全性 所以呢 这样一个新的browser 是不是可以帮大家 主角到最大部分的 如虫或是病毒 然后这些监控到 你的个人的隐私喔 那第三个部分 就是说 现在其实有非常多 新的问题装置 很多都有 就是搭配像是 一个那个 那个图像 图像的加速 比如说GPU的这样子的 一个 新的这样子的 一个 feature喔 所以呢 IENI也是也是第一个browser 来 support 这个GPU加速的 这样的一个新的 feature 那其他诸如像是 support HTML5 或者其他的Sender 这个等下大家可以 慢慢的喔 来听我们的团队 来做分享 那最后一个部分呢 其实 我的slide只有这一张啦 除了开脱卡 也还有这一张喔 我这边跟大家介绍 一个名词喔 可能在座各位 有很多都已经听过 我们讲所谓的 IT的消费化 消费性化 这样子的新的趋势喔 就像我一开始 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一年多以前 大家其实还在抱怨說 新的平台上来 使用者对使用者见面 不是那么的熟悉喔 可是现在 反而是user 他从外面 因为他身为一个消费者 他透过他 可能在周末 他在什么时候 在使用这些 所谓的消费性3C的 这样一个经验喔 他希望 把这些消费性3C 也带到企业里面 来做一个使用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想再度多 就会面临到一个压力 就是说呢 我怎么样 满足使用者 他所要的这样的需求 让他更有行动力 让他更具现产力 其实呢 如果有这样子的员工 他希望说他24小时 今天24小时 都可以上班 都可以用email 都可以进到内部的网站 来做一些签成的话 那老板应该很高兴 他觉得说 哇 我这样的员工 都是非常的上心 然后可以用新科技 来做到这个加班 这样子喔 好 那对于上 对于ID来讲的话 压力就很大 大家在想的是说 对 没错 他听起来不错 可是安全性怎么办 还有呢 跟我内部的系统的 间接怎么办 那你在这个手机 在这种中 平板电脑上面的 这些data来讲的话 我怎么样 让他logging到方面 我怎么样 让他做管理 那这个data的privacy 我怎么样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 所以呢 过去呢 可能大家管的是什么 管的是PC 非常的单纯 PC基本上都长得一样 可是你现在呢 其实大家面临到的是手机 然后可能是PC nodebook 或者是桌面电脑 或者是这个所谓桌上型电脑 可是大家可能要面临到很多的是 所谓的平板电脑 平板电脑就很复杂了 你可能有各式各样的系统 然后他有不同的OS 然后他有不同的apps在上面 所以大家可能要开始去烦恼 我说那我这些apps 我怎么样去部署 到这些平板电脑上面 所以各式各样的这个问题 挑战这个愚民而生 所以呢 我这边不多说 我想我刚刚谈的这些内容呢 事实上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内呢 都会用的团队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最后呢 那最后呢 其实大家也可以理解到说 在最近的这几年来讲的话 虚拟化的技术呢 也是很流行的一个话题 过去大家觉得虚拟化 好像就是在ServerSide 做这个retration 然后让你的这个 你的data center的 你的那个资料中心 它的resource 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illocation 但是呢 其实在桌面端来讲的话 现在虚拟化的话题 其实也越来越流行 那为什么会越来越流行呢 其实也是因应到现在 有各式各样不同的user 有些user呢 他是sales 或者是大老板 一天到晚跑来跑去 所以他的激动性要很高 有些user呢 他可能是喔 可能都是呆在厂房里面 都是呆在办公室里面 所以他可能会需要 一个比较stable的环境 所以因应这些不同的user 他们的需求来讲的话 虚拟化 可能是大家的一个解答之一 所以呢 我想呢 接下来我就交友 把时间交友的团队 请他们为大家分享 更多的技术的细节 跟使用的行径 那我这边卖一个棺子 大家看到这边一大堆的水果 在这边 这应该是真的水果吧 可以吃的 真的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这个不是我们的正讲 对 对 好 看到苹果比较敏感一点 好 这个就是不是我们的首讲 我想他这个卖个棺子 让大家等一下可以 多了解一下 我们就这样用最重要的方式 来跟大家演绎 这个Windows7的SP1i1 那一个只有平板电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